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10月15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提要 香港高等法院颁令一传媒清盘 陆委会回应说 会采取措施保障民权 美国移将百家协助 中国监控新疆维吾尔人的中国公司 列入黑名单 被漏出的华为文件披露 华为全面参与中共 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监控 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高等法院周三颁令一传媒清盘后 台湾公民阵线代表 前往文化部递交公开信 要求阻止清盘人 将台湾苹果日报采访等资料交给港府 台湾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认为 团体过分担心 当局根本不可能 让港府派人到台湾执行国安法 陆委会副主委优瑞正重申 关注事件发展 政府一定会采取因应的措施 保障民众的权益 听下钟广正在台北报道 台湾公民阵线组织部主任 许冠贼 15号上周前往文化部递交公开信 对接受陈情官员表示 希望能够阻止台湾苹果采访等资料 在清盘的时候落入港府手中 民众长过去其实在台湾时间是几个身份 在智力晚报 游圣图堂计划 建言的时候 对对对对 到中国采访来记得 那我们觉得 民众长应该可以感同深受说 中国跟台湾现在这个媒体的新闻 最有的造访 对于这次《苹果日报》的事件 希望可以可以协助 我觉得我们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在《克制法》的21条 应该是可以用这个法条 来去限制苹果 来传输 跨境传输资料到香港 我想就是现在政府最快 最简单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对政府来说 成本是最低的 是 所以这封信我们是公开信息的 也会公布在里面书上的 许管责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文化部有职权可以依照 《个人资料保护法》 禁止《苹果日报》将个人资料 跨境传输到香港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定这个东西呢 可以要求个资本能够传输到香港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 当这个接收国对个人资料的保护不够完善 或者是这个传输的过程 可能影响到国家的重大利益的时候 主管机关就可以做出这个限制 那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主张 希望文化部可以来做出回应 台湾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认为 台湾团体为《苹果日报》采取的行动 是几人忧天过分担心 他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港版《国安法》 那怎么可能你派人过来 一行他的法例 他现在这一个政治事件来的 不是刑事案来的 他怎么会通的呢 我真的不是很明明 只要道理《国安法》 包括我们台湾 你才是全会研究到你合用的 那你不过去你局清白人 你说这家《日报》 留到《日报》 有股东权益 恐怕使台湾《苹果日报》员工过资 新闻资料库等遭到不当利用 导致台籍员工及相关人士 可能面临追溯风险 以及相关过资和隐私 恐受到侵犯的担忧 将侵犯自由人权的黑手 深入台湾 我方相关机关一定会依法采取 必要的因应作为 以保障民众权益及公共利益 邱瑞正强调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个人隐私保护等 都是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 特别是个人资料的保护 凡是新闻媒体事业基于报道的 特定目的而愧疾的个人资料 相关处理和利用均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 以防止个人资料的泄漏 或做不法滥用 如果贵集的目的消失 应依法删除停止处理或利用该项资料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受邀在世界人权日 在美国民主峰会上发言的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本周再次游走华府 周而出席美国国民主基金会的活动 听下霍亮桥和大家说下 流亡海外的罗冠聪说 今天的香港不再是逃亡者的救赎 香港已经沦落为中共治下的旗子 他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逃到香港的那一代 认为香港是一个希望之性 一个避难所 现在因为政治的迫害 越来越多人逃离香港 罗冠聪在讨论会上面强调 香港痛失民主 这个悲剧值得西方吸取教训 他说过去20年 西方对威权中国太过只眼开只眼闭 是直到最近才看清中共的本性 他说大家必须要以看待生存危机 气候危机和核武扩散 一样看待中共的本性 香港在一年之内 在港区国安法实行之后 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自由 早前亲中传媒说 罗冠聪是美国 肆意散播有关香港的实实言论 港府表示 罗冠聪完全妄固事实 颠道黑白 严厉谴责他的言论 自由亚洲电台 霍亮桥不得 香港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将在周日举行 英国政府周二发布最新一份 香港半年报告书 详述香港今年上半年的重大政治发展 直指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 大批的民主派人士被检控 选举制度被激进地改变 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被重创 中方对此强烈反应 职责英方在选举前夕发布报告 用心险恶 然而 人权组织則批评英国政府 只是说不会做 缺乏实际的行动 听下雷希报道 英国外交部周二公布最新一份 香港半年报告书 涵过香港上半年的发展情况 详细记录香港在港区国安法之下的巨变 报告直指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 中港官员利用国安法和相关机构 打击香港所有反对派 新闻自由和香港公民社会 令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被压缩 削弱权力制衡 对港人生活方式的损害越来越明显 被外界形容为对华英派的英国外交大臣卓维斯 在报告序言当中说 英国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应对港区国安法 包括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 提供移民英国的途径 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和将对华武器金运扩大到香港 他说中港官员 憑范以勾结外国 歪曲外国政府和香港不同政界人士 对华的正常外交行为 强调英国将会继续在香港的正常外交活动 我们继续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当局清楚表明 我们强烈反对港区国安法 并且已经将我们采取后续政策行动的原因 记录在案 很遗憾中港当局在事实上 歪曲了我们政策背后的原因 并且将他们形容为外国干预 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方 我们有责任停身而出 为我们的忧虑发声 例如卓慧斯所言 中方徐职以干涉别国内政反驳报告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 英方不顾中方反对 执意发表所谓香港半年报告书 歪曲事实颠度黑白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且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也发表声明 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中英联合声明中和英方有关的条款都已经履行完毕 英方对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 没有治权也没有监督权 批评英方屡屡屡将中英联合声明挂在嘴上 旁边妄议香港事务 纯束歪曲历史和法理的胡搅瞒前 识明有批评英国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 炮制所谓报告是蓄意干预香港事务 扰乱特区选举秩 形容险恶用心超言若揭 促请英方 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殖民地旧梦 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英国外交大臣每六个月都会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 报告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 而最新发布的第49份香港半年报告书 提到大批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当局以国安法检控 令更多人在政治检控当前变得沉默 也说北京今年3月对香港选举制度施行激进的改变 意味着非建制阵营的人士被排除在立法机构之外 有为中英联合声明下的义务 至于香港司法独立的评价 英国外相以越见增词来形容 不过就认为英国政府希望委派英国法官到香港的安排可以继续 认为可以为香港司法独立发挥积极作用 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Sam Goodman接受本台访问时 只要看《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因为和平悼念六四被判囚13个月的判决 已经可见香港司法制度受到的政治干预 他认为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书操持强硬 不过英国政府的不作为令到报告显得多余 英国政府是时候要履行对港人的法律 历史和道德责任 这样需要行动的 从提超过一年前宣布的暂停引导协议 和扩大武器禁运并无意义 外界期望英国政府会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向中国追究责任 他促请英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 包括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 停止派英国法官赴港 和扩大BNO计划 拯救18至24岁的香港抗争者 利用这些行动 比起不断发声明表达关注更加有价值 香港监察都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 发起社交媒体活动 呼吁大众在社交媒体上载上片 并且加上标签释放我的候选人 release my candidate 呼吁释放47位 因为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 已被酬金面临国安法审讯的香港民主派人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吕希英国倫敦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 美国政府计划将8家有份 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 协助中国监控 新疆维吾尔人的中国公司 列入黑名单 其中包括无人机公司 大疆创新 和人工智能公司 抗市科技 听下江日和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指 美国财政部将会在星期四公布黑名单 制裁8家中国军工综合体公司 除了大疆创新 和抗市科技之外 这8家公司还包括超级电脑巨头 中科儲光 和人工智能公司 伊图科技 美国投资者将会被禁止 投资去被列为黑名单的公司 同样被制裁的 还包括中国人面识别开发商 雲从科技 和執法部门合作的 数码数据取证开发商 厦门市美亚帕科 云端电脑公司 立昂技术 以及云端监控系统生产商 东方网力 被点名的8家公司 已经在另一份黑名单上 这个名单将会禁止他们 获得美国技术 亦是因为新疆自治区 维吾尔族穆斯林 被指受到压迫 华盛顿上星期五也宣布 制裁中国人面识别公司 商汤科技 该公司最终推迟在香港上市 正在亚洲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二批评中国在区内 作出侵略性的行动 同时提议 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 作出更紧密的联合行动 另外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导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公司 长期以来一直回避问题 没有详细说明 它在中国国家监控中的角色 指它只是销售一般的网络设备 但是报导也指出 有一百多份 华为PowerPoint的简报表明 该公司追踪中国民众方面的作用 比它所承认的重要广泛 报导指出这些营销介绍 在去年年底被删除之前 一直都放在一个面向公众的 华为网站上面 这些资料显示 华为在推销它的技术 如何去帮助政府当局 通过声音去识别个人 监控政权感兴趣的政治人物 管理囚犯的思想再教育 和劳动时间表 以及帮助零售商利用面部识别 去追踪购物者 另外彭博社星期二 也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对中国最大的晶片制作商中芯国际 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 报导缓引匿名的知情人士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定在星期四举行会议 讨论这个可能的变化 参会的机构将会包括商务部 国防部 国务院和能源部 正在考虑的提案 将会收紧对中芯国际的出口规则 如果这类提案被采纳 应用材料公司 科女公司 和泛林研发等等的美国公司 向中芯国际供应设备的时候 将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目前的规则规定 美国公司不能出口 制造先进晶片的特需设备 在星期四的会议上 考虑的一项提案 也将会将这个措辞改为能被用于 其中包括 亦都是被用于 製造不太先进的电子元件的机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方德浩 江日和 报道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一直坚称 他们从未在中国国家监控中扮演角色 但《华盛顿邮报》检视了100多份 3000张华为演示文件后 发现华为全面参与中共监控 特别是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监控 华为在回应时 对相关的文件 一概予以否认 但有和华为进行项目合作的技术员 认证文件的真实性 评论认为 华为是中共输出 发誓思识数位极权的帮凶 呼吁国际全面封杀华为 听下情文报导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导 该报独家检视100多份 华为PowerPoint 演示文件当中 超过3000张幻灯片后 认为该公司在追踪中国民众方面 发挥的作用 远超它所承认的程度 在这些文件当中 最突出的是新疆监控内容 华为还吹嘘以靠这些技术 帮助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公安 抓捕很多犯罪嫌疑人 还声称该系统自2017年以来 一直在乌鲁木齐使用 这段时间 刚刚在新疆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 华为外包公司技术人员 向本台表示 这些文件显然是真实的 这也是华为在硬件设备之外 最主要的业务 他还向本台记者展示了一个 新疆电讯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文件 那个文件档案建于2007年 标注为机密 华为为全球眼监控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持 这位匿名人士还表示 华为以帮助欧洲国家建立智慧城市的名义 比如早在2016年 就和德国蓋尔森基兴合作智慧城市项目 已经将中国式监控模式输向海外 台湾知名媒体人杨倩宏 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最大的担忧 是中共正将在国内的监控模式 这种法西斯式的数位极权 扩张到海外 而华为是中共在这场数位战争当中的重磅武器 数位华西斯是一种病 没有免疫力你就被感染了 杨倩宏也认为 华为作为中共的工具 在助袖违约 在海外攻城掠地 但是西方政客和企业家 在利益诱惑之下 放任了华为的恶行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而华为就一直和中国政府 採取相近口径 回应外界的疑问 早前华为高管曾多次就此辩解 声称他们只是向第三方出售设备和技术 而不是直接协助新疆当局 亦不知道终端客户如何使用 在今年10月 华为和其他中国主要科技公司 公开还高调承诺 不会濫用面部识别和其他监控技术 在这次面对《华盛顿邮报》的质询下 华为再次公开否认 对这些明显带有公司水印的监控操作文件之情 华为声明表示 华为对《华盛顿邮报》当中的项目一无所知 和其他主要服务提供商一样 华为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云平台服务 一直以来 华为饱受不透明的批评 今年年初 视频监控研究组织 IPVM 曾曝光华为 参与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人念识别软件 该软件可以识别维吾尔人的人类体质学面孔特征 并向警方发送维吾尔警报 由于担忧该公司协助北京收集情报 目前已有多个西方政府禁止华为设备进入本国5G网络 瑞典时评人《独立中文不会》秘书长张玉 亦就此接受本台采访 他指近年有些西方国家出于利益考虑 对华为大开绿灯 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力地证明了 华为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打手 可以促使西方民众重向本国政府施压来封杀华为 在中国一个私人公司 有没有可能不听政府的命令 不跟它合作还能承载 根本就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光讲这个常识 没有证据是不够的 但现在《华盛顿邮报》找出来的证据是证明 华为帮中国政府做坏事 华为和它合作的那些公司 是说不清楚的 现在仍然有一些民主国家从利益出发 不在乎中国人权的问题 通过这种报道 让他们人民向他们这种施加压力 不要成为为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帮凶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表示 这些能作证华为参与中共大数据监控的 演示文件大多数创于2014年9月23日 2019年和2020年曾经对文件做过修改 他们大多数标有机密字样 在去年年底 华为删除了这些营销演示文党 在之前他们显示在华为的一个公共网站上面 内容包括展示华为的技术 如何帮助政府当局通过声音识别个人 监控感兴趣的政治人物 管理意识形态在教育和囚犯劳动计划 并且帮助零售商和企业等 使用面部识别跟踪救物者和员工等 五份相关的演示文稿 概述了华为和另一家公司合作 创建的监控方案 在最后一页的幻灯片上面 都标注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版权 时间是2016年至2018年 日期是2018年的演示文件当中 华为展示将其技术用于协助当局 取与国家安全目的进行录音分析 华为和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科大讯飞共同开发的 科大讯飞声明管理平台 该系统可以通过个人声音 和声闻大型数据库 进行比对来进行识别 2019年10月 科大讯飞因为侵犯维吾尔人权 成为美国商务部制裁的 28家实体之一 华为还和上海合围科技公司 共同开发智慧监狱监控系统 除了摄像机和智能门等 物理安全方面之外 该产品还包括用于管理被拘留者 日程安排的软件 包括安排被拘者 参加思想再教育班和劳动轮班 目前已是新疆 内蒙古和山西监狱当中实施 华为演示文件还展示了 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 电子设备定位来跟踪当局 感兴趣的政治人物和其他目标 该系统已经在广东省公安部门大规模使用 自照今个月 其中一些监控产品 已经列入华为的在市目录 其他一些已经被删除 但是仍然以华为合作伙伴公司的品牌名称 出现在今年的政府采购文件 或者专利申请当中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因为民主派立法会35家初选案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人称曼必的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 就已在香港和男友举办结婚仪式 成为香港首名、出柜的议员 曼必现证保释中旅游证件被没收 分离由美国律师姚曲视像证分 一众曼必的好友祝福新人 认为是亂世中有情人 听下江日和报道 曼必陈志全和男友陈先生 星期二以视像形式在美国注册 在香港结婚 过程由美国律师摇他视像证分 历时大约20分钟 明报报道指 程先生在曼必被还押监狱 大约200日中 几乎每天都去探望他 陈志全早在2012年 就当选香港的民选立法会议员 其后也不介意公开自己是男同性戀的身份 是香港首名出柜的议员 网上大数据显示 民间对曼必分礼的关注度 更胜即将在星期日举行 香港完善制度之后的首届立法会选举 曼必的老友 人民力量前主席袁黎明 星期二也有份参加婚礼 他期后也公开婚礼上的照片 人民力量创党主席刘家雄也是座上客 不过曼必的好友 例如是快必谭德智 就因为仍然身在欲中失去自由而无法到场 人民力量近日也引爆退党潮 星期二包括刘家雄、快必 连同37名成员宣布退党即时生效 他们也通知有关职员删除所有会员记录 据知事后人民力量只剩下十多名会员 暂未知道会否解散政党 人民力量在2011年成立 宿泛民阵营中的抗争派政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景文 刚日和报道 立陶宛驻北京市馆及家属 周三传诉离开中国 外媒消息指 市团由于受恐吓紧急撤离 大陆媒体报道則指 原因只不过是由于双方 在更改市团名称的可能性上存在意见分歧 并否认关闭市馆 中国外交部没有就事件回应 台湾外交部就事件向立陶宛当局致敬 听下霍良桥报道 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 立陶宛已经在星期三 撤离全数驻中外交人员 有关方面应用撤离安排充目 撤离的包括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 19名成员和家属 另一名了解情况的外交人士说 他们的离开是因为受到恐吓 由于迟离安排充目 这批驻华外交人员会先前往法国巴黎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3名知诚人士 说中国要求立陶宛外交官交出外交证件 立陶宛方面担心做法会令外交人员失去豁免权 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立陶宛官方承认 驻华大使馆暂时已远程方式运作 外长蓝茨贝尔格斯表示 立陶宛的驻华外交官在离开中国前 法律地位存在不觉定性 而中国外交部至今未就事件回应 大陆的传媒报道就说 立陶宛外交部长否认了闭馆的可能性 说立陶宛召回临时代办 是因为立中两国在更改市团名称的可能性上 存在意见分歧 而在台北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晚表示 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的立场和意愿 始终坚定不易毫不退缩 紧向立陶宛政府和外交抉择领导撑 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又重新台湾将会持续和立陶宛站在一起 结合国际民主伙伴的力量和资源 展现民主阵营的团结和人性 有媒体的驻京记者发觉虽然使馆外面 仍然瓜有立陶宛国旗和欧盟其次 但里面就因人流空 有分析认为两国现处于准断交状态 台湾在今年7月宣布 将为立陶宛首都维尔柳斯 接立台湾代表处 中国随后要求立陶宛召会驻华大使 而中国本身也召会了驻立陶宛大使 在上个28日 立陶宛不顾中方抗议 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在几日之后 中国宣布将会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而驻华大使馆便会降为代办处 自由亚洲电台 霍亮桥被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 11月的中国楼市数据 在11月70个大宗城市楼价 较10月比较下跌0.3% 创下81个月来单月最差的表现 新楼和二手楼下跌城市数字均继续增加 据路透社的计算 11月新楼价格较10月下跌0.3% 是2015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个数字比10月份的0.2%的跌幅更差 而且在中国统计局追踪的70个城市中 只有9个城市的楼价 在11月份出现了月度上涨 是2015年2月以来最少的 官方数据显示 房屋销售的实际价值 暴跌了16.31% 这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 11月按建筑面积计算的新建筑开工率 更去年11月相比下降21.03% 熟连续8个月的下降 而开发商的房地产投资下降4.3% 路透社引述总部位于上海的 二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若俊指出 所有等级的城市都面临着压力 目前的市场供应规模很大 需求很弱 关键的是要加快库存去化 稳定房价 与此同时 周三公布的更多数据显示 房屋需求的疲软 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其他指标一致 实际零售额 年率紧增长0.5% 低于10月份的1.9%是2020年8月以来最差的表现 而且远远低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因为消费者仍然谨慎 疫情爆发继续导致各地封锁防控 客运数据显示 人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旅行和消费 每年11月1日至11日的购物节期间的销售 和去年相比有所减缓 在电力短缺 比之前几个月有所缓解后 上个月的工业产出有所回升 但经济学家表示 整体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暗淡 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的柏格 对流透社表示 11月份的基本经济状况 几乎是没有改善的迹象 该银行下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柏格说 总的来说 工业生产的增长只是略微加强 投资趋势仍然极为疲软 零售销售数据表明消费增长极少 中国在本月较早时候公布了一男子措施 以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 包括放行银行向目标企业借出更多资金 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央银行 将把主要的利率从目前的3.85厘降低 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这个利率非常高 而且市场亦都预期中国当局在明年出台更多的财政措施 中国的恒大上周违约 未能支付海外债权人的8200万美元 该公司总欠债达3000亿美元 现在正进行债务重组 中国另一大营地产商 世贸集团周二股价也下跌近两成 原因是市场担心它的债务危机会恶化 另据路透社报道 介绍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一批离岸债劝持有人 已经同意集资10亿美元 以便从这间中国开发商的在岸债权人那里 购买不良贷款 近日灾传《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退休在职 香港亲北京的媒体引述消息报道 《环球时报》将新切社长一职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政伟担任 总编辑一职即由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吳尔文接任 有分析认为新切社长一职 或是因为要两个人才能够抵得住一个胡锡进 并借此完善在文宣方面的党干部机制 听下郑日瑶报道 一向以战狼式言论而出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近日再传出快要退休 香港亲北京媒体《星岛日报》 星期三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 胡锡进已经61岁 超过60岁的退休年龄 《环球时报》总编辑一职 将会由官媒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吳尔文接任 另外报道有引述消息说 《环球时报》将会增设社长一职 加强政治导向由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正伟担任 报道指出范正伟由2006年后 长期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 在人民日报重要评论任重评成员之一 在2016年2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在会上范正伟以编辑代表身份发言 被媒体形容它是 坐在习近平对面的年轻人 中国资深传媒人长平 星期三对本台分析说 胡锡进近年从事外宣有力 加上《环球时报》发展规模一战变大 珍设社长一职是为了完善中共 就《环球时报》的党幹部体制 并形容或者要两个人才能够抵得上一个胡锡进 在喉舌上非常努力 说它吊飞盘最到位 长平又说 《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文宣 虽然同样针对海外和国内 但是报道作风就截然不同 范正伟、吴依敏两个人 如果要延续胡锡进的战狼式作风 上任之后 仍然要向他多多学习 胡锡进在扮演真小人的角色上 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比如说对于官员腐败 人民日报式的宣传 他就会虚伪地说 官员都是人民公仆 就纯洁无瑕 不能容忍一点腐败 而《环球时报》式的宣传 则会说腐败难以避免 只能慢慢改变 希望民众能够实容忍实度的腐败 这个舆论审查的要义 就不只是信息的封锁 而是对信息解释 胡锡进的言论主要针对外交 在两年前香港的反修例运动里面 他高调评论香港问题 还亲身到香港考察实地情况 并且接受香港传媒的访问 香港问题之所以发生今天 和西方的对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越来越激烈 把中国设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香港人都说不是西方挑唆的 但是香港搞这些示威 它的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 美国华盛顿和伦敦是最重要的来源 中国有自媒体在2020年9月发表文章 说胡锡进有多个收入来源 首先他是环球时报总编辑 亦是人民网的董事 一年大概有50万人民币的工资 其次他在抖音 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有千万名粉丝 而自媒体为他带来巨额收入 保守估计一年有1200万人民币 《苹果日报》也透露过 他的儿子身处加拿大 但胡锡进其后澄清 他只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女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日瑶报道 接下来我们有火山评论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不交配就交税 要韭菜还要牌坊 几日前网上传出一条消息说 上海将会从明年初开始 未婚妈妈也可以申请生育金和育儿补贴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于是上海官媒今天就迅速辟谣 说是空月来风 这一幕似曾相识 三年前 南京大学教授劉志彪和张叶 公开鼓吹设立生育基金制度 向育龄人士征收生育金 而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胡继叶 更加向前推了一步 声称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个桥段也因此被网民 譏讽说是不交配就交税 即是因为舆论反弹太大 最后就不了了之 这次关于是否应该让未婚妈妈合法化 党国不敢公开去托 网上一试水温 发现太烫就走了去 虽然挨骂 但是就不需要背锅 不过无论是不交配就交税 还是这次放风话的不婚妈妈 原因都只是有一个 就是韭菜不够 党真是急了 只要想一下就知道 在中国这个想法很天真 如果他生活在城市 住房、想学和医疗三座大山 随时都可以压跨一个 由两代人数十年的职促 而且是夫妻共同支撑的家庭 试图养一个单身妈妈 独立克服孩子的高嫁入托儿所 天价地找中小学校接送看病 再加上要养活自己、孩子和父母 这个玩笑有点令人不寒以律 如果他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普通女孩 首先就不要想了 因为他自己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他一是就是窝居在城中 村隔断房当中的底层武功者 僥倖没有被烧死 一是就在寒风当中 战律的被驱逐的低端人口 当然如果他貌美如花 又受过教育 也有一部分可能以另一种方式 成为未婚妈妈 比如就是成为官员或者 互相包养的对象 而从至今为止官方通报的 成千上万落马官员的资料当中 只要有些实权的科级官员 分外情和通姦基本是标配 同情抚养私生子 甚至是多个私生子 也是不在少数 最近的实权是上届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按指他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贯套路 未婚妈妈合法化 到底会为哪些人带来实际的好处 党国官员他们自己很清楚 所以他们就怕怕丑丑地试下水温 发现因为性比例严重失衡 而深陷性饥荒的底层网民 对他们的套路很清楚 于是就走了去 尽管是这样 也不要将他们的怕怕丑丑的样子 视为是什么自我良心发现 生育率急降 劳动力急剧萎缩 各省财政入不敷出 至少四千多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四千多万人浮于事的国企人员 外加百万军队和数百万体制临时工 在等待威胁 在这种背景之下 党国清楚地知道 他们那些权贵的二房三房甚至四房他们 就从来只是生产黏刀不中韭菜 万一做不成黏刀 甚至做不成最锋利的黏刀 他们都会很不犹豫地将孩子放在海外 其次党国从污血当中诞生的那一日起 就一边杀人月科欺男霸女 一边高高地举起真理和道德的牌坊 至于在床上那些事情 他们更是动不动就拿来作为污名化对手的利器 但是正如那句又当又立的俗语 即是党国亲手毁灭人类 久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被女性 哪怕是那些被他们欺凌 和性压诈的女性 有限的身体自主权 都会摘坏党国的牌坊 于是这就成为了难题 虽然党国毫无疑问地遇到了韭菜短缺的难题 今天一些天真的读书人 就觉得可以就此让党国反思 甚至问责血腥继生的责任人 比如是先捉了那个醉不济 山东那个百日无孩运动的始作俑者 袁冠冠一把手争吵起 在我看来 那又是记得吃又不记得挨打的天真 到了今天 那个饿死打死数千万人的魔头 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面 苦陷众生 根据党的惯常手段 无论是丁黑碎 还是女性的子宫被强制性 沦为党国的生育工具 其实都只是看得见的事情 都不需要借用未婚妈妈的马甲 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 就是将人工流产的鉗 改成为助产的鉗 不进床就再来一次跑防牵牛 我甚至可以再次脑保那种对话 就是你说民怨飞腾怕味 他就说我们唱在手怕什么 以上是火山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程文 在苏联解体30周年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周三举行了一次视像峰会 就两国近期和西方的摩擦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曾多次表态 认为苏联解体 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深刻教训 听下刚入和报道 综合外电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两位领导人在周三的虚拟会谈中 讨论欧洲的紧张局势 以及美国和北约处处逼人的言辞 在他们的开场白中 普京和习近平称赞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领导人扬言 俄中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合作的适当范例 普京说 他们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大家基于互不干涉内政 尊重对方利益为原则 并决心将共同边界 变成一个永恒和和平的地带 习近平則赞扬俄罗斯总统 坚决支持中国保护关键国家利益 坚决反对在他们国家之间制造障碍 对此他表示非常感谢 1991年12月26日 苏联发生巨变异解体 习近平曾多次表态 认为苏联解体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这次视像峰会是苏联解体30周年的前夕举行 普京还表示 他计划在2月在北京和习近平亲自见面 并出席2022年奥运会 普京说按照约定他们将会举行会谈 然后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 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日益调整其外交政策 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两方面挑战美国 两国都因为其内部政策而面临制裁 中国因为虐待其他民族 特別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 以及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而面临制裁 同时俄罗斯因为吞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独害和监禁反对派领导人纳维兰尼 以面临国际制裁 北京和华盛顿在贸易、技术和中国 对台湾的军事威吓方面也仍然存在分歧 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俄罗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亚 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叛乱之后 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降至冷战后的低点 最近几个星期 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数二万计的军队 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担心此举可能预视着新的入侵计划 因此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浩刚日和报道 德国护衛南拜仁号周三 铉入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 这是近20年来 该国的军舰首次重林该区 有分析指出 此举表明 柏林加入了其他西方国家的行列 对中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作出抗衡 同一日 解放军将在南海多个海域进行多场实弹射击训练 作为回应 综合外电报道 柏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这艘德国海军舰艇 已经开始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穿越南海 预计将需要几日的时间 中国声称 几乎整个南海均属于中国的领海 但海牙国际法庭 早前已裁定北京这个说法并无法律依据 中国在包含天然汽田和丰富漁业的南海水域 兴建了人工岛 并建立了军事绍江 国际法庭也只是非法行为 拜仁号护衛艦 是自2002年以来 第一手穿越中国南海的德国军舰 欧洲四成的对外贸易都流经该水域 美国海军为了回应中国的非法领土主张 经常进行航行自由行动 派遣船隻经过一些有争议的海域 中国反过来反对美国的做法 说这个做法无在于促进和平或稳定 华盛顿将对抗中国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并寻求团结合作伙伴 对北京日益具有威胁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作出回应 柏林的官员表示 德国海军将坚持走共同贸易路线 预计这艘护衛艦也不会驶过台湾海峡 不过德国前政府明确表示 这次任务是为了强调德国不会接受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杀 德国一直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尋找平衡 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柏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德国通过向中国出口 舒缓了新冠疫情对该国经济的影响 包括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政策的范围涵盖廣东、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地区 更多的新闻和评论 请到本台月宇早的官网和社交媒体收听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